下面介绍ATV-61、ATV-71多电机设置功能 如果使用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或三台不同功率的电机 并且这两台或三台电机在同一时间只运行一台 就可以用到多电机设置功能 它能使用户避免每次投切都要逐一修改参数的麻烦 与参数组切换功能只能切换1.3设置菜单中的参数相比 多电机设置功能可以切换全部的参数 但它只能在变频器停车时才能进行切换 设置方法 进入变频器菜单 转动旋钮 找到1.7应用功能 在应用功能菜单中 找到多电机设置 多电机选择 选为Yes 二套设置 分配到Li4 三套设置 分配到Li5 按ESC键退出 进入到1.4电机控制菜单 我们以电机额定电流为例 闭合Li4端子 电流值 电流值调整为3A 断开Li4 断开Li4 闭合Li5 电流值调整为4A 断开Li5 断开Li5 这样 在Li4 Li5都断开的情况下 电机第一套参数的额定电流为2A 闭合Li5 电流变为3A 断开Li4 闭合Li5 电流变为4A 其他参数的设置方法 与以上步骤相同 以上是对ATV61 ATV71 多电机设置功能的介绍